COVID的王子 我們終於來到祥館的地鐵站 這個站是神經的 你看到有處都貼了Pokemon 其實我們這趟旅程有很多的車站都已經是這樣的 Pokemon之都真的有些不同的 不只是禦三家的 你見到我們名的出的Pokemon都可能會有的 那我們就沿著走上去 是不用用Google Map的 你只要追著Pokemon走就找到條路去會場 沿途都會見到一些在會場比賽中的直播 都可以給一些經過的民眾去看 去感受一下世界賽的氣氛 也有很多商場都放了很多Pokemon的剪品 有些精靈球和現在珠子的神獸都放在這裡 我們一直沿著走就去會場了 看到一個大大隻的比加超 還有Pokemon Center的帳篷 今天就是星期四 其實實際的比賽是星期五才開始 首先晚上就會Rack隊 雖然明天才比賽 但其實現在已經開始緊張了 我們會進Pokemon Center 走一转 一轉後見啦 那一進到Pokemon Center 之後就收到六張好人卡 進去手掛 掛了掛了掛 別亂掛啊 限人頭那些裸衣啊 快一點買去 YES SIR 首先一進去 看到一堆以今年世界賽為主題而設計的 魚三家 士購、鏘將 這些最基本產品 有一轉後就看到這隻船長比加超 坐在浩克哈瑪的船上 象征著今年的世界賽在萬賓舉行 走前一點看到比卡超帽和衣服 今年的世界賽的衣服的款式非常多 我最喜歡的是有刺繡的jacket 那麼多件衣服之中是最美的 也是最貴的一件 看到比卡超帽都被賣得七七八八 走前一點看到海報 海報是一套五款 會場上有一些燈籠 挺有氣氛 魚三家拉麵超的模型 這個好像是限一的每人 挺值得買回收藏紀念 走過一點看到一些switch的套 一些TCG的卡套 卡盒 一堆皮卡超是底 是公仔 印象中世界賽款式的卡盒 都是有限日的 掛一掛 掛一掛 今天會場呢 其實我覺得比以往美國大很多 我想起碼是大量 可能今年是日本搞 想搞得好大好大 然後看到一些小菜款式的毛巾、飯盒、糖、水瓶、杯子、飯碗、筷子、湯碗、筷子托 走前一點就看到一些在美國網站中買到的公仔、背囊 再走前一點又是一個賣衣服的地方 這個跟世界菜款式不同 這個是另一個系列 以一個Yokahama海洋、水、船的主題為主 看到色調偏向藍色、淺藍 那我其中最喜歡的就是牛仔柳 那一件都是很有特色 挺漂亮的 再走前一點就是一堆公仔 魚三家公仔、拉麵超 這些都是限億的 不過到了後幾天就開始變成無限限衣服 都不會怕買不到的 再走前一點就是收銀 客製車到處都有 客製車到處都有一抽二代 客製車到處都有水 客製車到處都是紅人 客製車到處都有 這裡是十幾十代代 就這樣拿回去酒店 好痛好痛 接力接力 怎麼了 接力 做得好 做得好 只要吃道 結片一整天 我們要 motor 炸到很快 又一份 我們來吃一份超級油鹹 給大家看 這隊有千多二千人 這隊是甚麼呢 這隊是給世界賽的Player Register的 交隊或者交decklist 上面也有個Badge 和選手包 今年的六位世界冠軍將會由這隊彈身 這隊是排了三四個小時 我們終於排到進去了 拿了選手包 讓大家看看選手包有甚麼 我們就回去睡覺 明天見 現在是凌晨的十二點 零五分 現在小謙在房間裡 就被人家的混蛋 我就讓了一部電腦給他 就和Ivan上交了一天跑步 是 是 善 是 什 是 這三個 是 這三個 是 後 被噴